耶稣按着神附的时间表来做事 余节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在徐交节的时间里 祂为我们钉死鸡埋葬在地里是三日三夜 但当我们跟着西方的时间表 没有跟着神在圣经里 很明显 在圣经里说到耶稣说祂要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我们已无法明白祂的话语 因为我们计算时 如西方计算时 其实不会足七十二小时 不是三日三夜 但耶稣很清楚说祂会埋葬在地里 应该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三日三夜 就像若拿 所以我无法明白耶稣自己的说话 无法明白祂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祂要做甚麽呢 其实回到理解神的话语 是不能对齐 所以要数三日三夜之后 接着到初熟节 耶稣在初熟节时作为初熟 祂復活 所以无论耶稣基督受死 埋葬在地三日三夜 和祂復活 全部都跟着祂的节旗 所以我们没有跟祂的时间 但不在时间当中 变成了跟祂对不齐 所以不明白耶稣 所做的事 这三个节旗 全是春季节旗 根据圣经 尼未记第十三章 所以全是春季节旗 根据耶稣二千年之前 祂已经应验了 如果我们这部分不明白的话 接着在春季节旗 耶稣第二次回来时 祂也会应验这些节旗 所以我们教会 没有办法预备到耶稣回来 所以会跟祂的节旗 跟我们预备到耶稣回来 是非常直接的关系 怎样可以让这个距离越来越少 能够跟祂的心意对齐 其实祂的时间表跟西方是不同的 因为西方知道 在罗马和希腊 这是二教当中 他们的对时间理解是直线的 但对于希伯来的时间表 在圣经里面其实是循环 所以是一个循环 所以昔日发生的事 跟着将来都会发生 例如在罗亚当日发生的事 耶稣自己也说了 在末世的时候 也会像在罗亚当时发生的事 在祂回来前都会发生 所以祂的时间表是循环 这是有先知性 所以我们明白祂的时间表 其实帮我们明白到佛法 以及以初下书第46章第10节 神说从古时的时候 已经延明了将来的事 所以神不断给我们机会 去守或者叫做庆祝祂的节旗 其实让我们意识到祂的时间 所以每一个星期 可以去过安息日或守安息日 祂就准备我们七日的时候 有一日能够守安息 然后每一个月的时候的开始 是根据月术 月亮开始时 又让我们每一个月 能够跟祂的时间表对齐 让我们的心 能够跟祂的话语去对齐 然后每一年 所以每一年有七个节旗 亦都能够跟时间表对齐 每一年也是 然后每七年的时候 安息年也是 然后七个七年 七个安息年之后 到第五年 再加年到五十年的时候 或是那个欺年的时候 亦是 怎样可以减少这个距离 就是让我们 不跟我们现在的西方 或是西历 至少在节旗或是安息日的时候 我们会真的 设置这段时间出来 来祭拜祂 即是不做平常做的事 因为在那一天的时候 这个起码开始让我们意识到 神自己的时间 以至我们能够对祂的话语 以至能够准备到 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 参与当中 会在那一刻 节旗敬拜神 宣告祂自己的话语 一起去 主要是敬拜祂 《语后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 神是个灵 祂现在找着的 就是倚靠着圣灵 按着真理来祭拜祂 所以我们作为信耶稣的人 最基本是一个伴侣者 而祭拜祂是跟着什么呢 其实一定会跟着 真理是什么意思 真理是回到神的话语 但他话语里说的那些日子 其实他全部不是说西方 我们现在西方的日子 他说的是 他在圣经里面的节旗 那些日子 所以真理里面 其实已经是包括了这一样 所以他现在寻找的 就是有真正的敬拜者 可以倚靠着圣灵 在圣灵里面 以及在他的真理 即是在他的日子 而是他在圣经里面 给列国 给人 敬拜他的日子 而他回来的时候 其实都是按他节旗的日子